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啊 晚上王森去吗 他今天早上起来胃疼得厉害 刚才去医院了 今晚可能去不了了 那太可惜了 我记得之前说到毕业聚餐的时候 他兴奋得不得了 他怎么胃疼了 他啊 不好好吃饭 没想到到了关键时刻 自己却病倒了 他参加不了聚餐 伤心坏了 要不我们现在去看看他吧 你没事吧 我头晕得厉害 不知道怎么了 肯定是你没吃午饭 饿得低血糖了 你还是先休息一下 我们再去看王森吧 程度补语主要用在形容词 心理动词等后边 用来表示达到某种程度 常用的补语有 不得了 不得了 慌 厉害 坏 透等 比如 我午饭吃多了 现在撑得慌 我头晕得厉害 他参加不了聚餐 伤心坏了 他参加不了聚餐 伤心坏了 大家明白了吗 跟我读 我现在撑得慌 我头晕得厉害 我头晕得厉害 他参加不了聚餐 伤心坏了 外面下雨了 我们再拔伞吧 不然衣服淋透了 会感冒的 好的 我这就去拿 同学们 再见啦 好 好 好